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健康的国家也是这样子 有什么事情发生 他们不去解决 像小赖这个案件不去解决 然后就放在那里 然后就是没有一个答案 就是没有一个结局 导致就是有一些 就是未有更多的压力这样子 所以我就查看那个以稀结书 我最近都在看以稀结书 34章他就说 你看这里34章 他就说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的羊因无牧人成为略物 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 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 这些牧人只知喂养自己 并不喂养我的羊 你看现在政治人物 台湾的政治人物 不是只顾着喂养自己吗 把自己养得肥肥胖胖的 然后那些需要他们帮助的人民 也不去帮助他们 人民把钱供给你还不够 你还要去欺压人民的钱 是吧 所以现在就是有这个情形发生了 所以我就问神说 那怎么解决呢 然后我又记得 我前几天看到 神说他自己要牧养这些羊 所以我们继续看 34章 所以主耶和华对他们如此说 看啊我要亲自在肥羊和受羊中间 施行审判 因为你们用侧边用肩 推挤一切瘦弱的羊 又用脚底撞使他们失散在外 所以我要拯救我的群羊 他们必不再做猎物 我也要在羊和羊中间施行审判 所以神就说 就是像用赖妈妈的例子来做比喻 你看他就是算比较瘦小的羊 是不是 所以就是这些瘦小的羊 没有被照顾到 反而就更被欺压 被欺凌 这个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就说牧羊人 本来要牧羊这些群众 就是官方了 他们没有去牧羊这些群众 反而他们只是想要 就是只喂养自己就死了 所以使这些人民成为猎物 赖妈妈他们是不是变成这个野兽的猎物 野兽就是向下代数这些人 他们就是野兽 那你可能想说 为什么你看小赖都死了 那不是太晚了吗 小赖都死了 都牺牲了 还说要拯救 这拯救不是来得太晚了吗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但是我就又想到 主耶稣 主耶稣不是死了吗 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吗 主耶稣死了 就是为了救我们这些罪人吗 所以有时候 可能真的要牺牲一个人 这样子 牺牲少数的人 去拯救更多的人 这个我也不太理解 这个要问神 前几年也有一个无辜的人 被判了死刑 执行了死刑 那时候我也是伤心很久 但是我朋友他就说 我看见主耶稣把他接走了 所以神也不想我们太伤心 因为牧师也一直跟我讲说 你一直想这些事情 神不希望我们太伤心 因为神 祂是大能的 祂会把这些人接取的 所以不要太担心 OK我们继续看 神就说 我也要在羊和羊中间施行审判 我必在他们之上立一牧人 就是我的牧人大卫 牧养他们 祂必牧养他们 做他们的牧人 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 如果这些人不牧养这些养的话 神会自己牧养他们的 或者是神会兴起一些人 来牧养这些人 就是神会兴起一群人 神也跟我讲说 我是神兴起的其中一个 在美国 我最主要 我的工作是在美国 然后神就说 以后我还会去 台湾做演讲 什么的 所以我现在就是在预备自己 好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预备我们 做圣工 帮助别人 帮助 帮助别人 帮助神 感谢主耶稣 加添我们力量 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求阿们 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